近年來詐騙案例層出不窮 現在詐騙集團看中房產價值高 不僅騙取錢財 連房地產都不放過 是啊總編 今天我們就來看這則新聞 是一起最新的詐騙手法 詐騙集團只憑一張卡 便讓一名退休的女老師 痛失了2000萬之外 名下位於台北的房地產 還慘遭抵押 只憑一張卡 什麼卡這麼神奇啊